不知不觉 经典台湾偶像剧恶作剧之吻 已经开播17周年了 当年已经播出 便立刻贡献许多少男少女的心 至今仍是观众心目中 最喜爱的作品之一 9月25日 该剧导演曲友宁 在社交平台晒出 两年前 乡琴植树一家人聚餐合照 纪念播出17周年 并感性地说道 什么时候 我们再一起吃个饭 好想念你们 幸福要永远在 顿时勾起了许多人的回忆 纷纷留言 好赞 我的青春啊 最喜欢的剧没有之一 又想再看一遍了 照片中 不仅男女主角郑元唱 林依晨合体到场 饰演植树爸妈的张永正 以及赵永华 和饰演乡琴爸爸的唐从盛 也纷纷出席 这也是恶作剧之吻 完结15年之后的首张全家福 一家人其乐融融 十分温馨 据悉 该剧于2005年9月播出 讲述了单纯可爱的 袁香琴 与天才少年 江植树之间的爱情故事 更多精彩 请下载 中国蓝TV